嘉一市玉山路邮局前 有一个与子女没有联系的老奶奶 一个人独自生活 靠着三轮车卖饼干 赚取微薄的收入 还曾遭受路人的嘲笑与讽刺 因为他们买全都不买 人家说人家有一个 我买客厂长39块 一个太太去买 我买40块去车底 说过来挑战 一直以来身体不好的他 长一昏倒而被送进医院 政府虽有补助 但仍无法支付医药费 及生活开销 他只能去小诊所拿药 以应付及时之需 因为我有那个 仍然去买两三千块而已 因为生活 每个月都爱去演 两间的便宜 带油都我要五百余 原因年前 张秀莹曾因纠纷被网友关注 但只是昙花一线 最近又被转贴上脸书 期盼不仅能引起社会关心 同时也能获得实质的帮助 今天才在FB有看到 之前有看过婆婆 然后有看到FB之后 就想说会路过 上下班会路过 就想来看一些 来买一下 对于网路上的贴文 许多人抱着支持的态度 但付出行动的 却是寥寥无几 期盼社群网站能发挥力量 让关注不再只是空谈 而是化为实质的行动 中正一报 王教安 吴隆景 嘉一市报导 或仁口 或仁口